大家好我是米卡 今天來去玩一下合作角色裡面的修塔爾科 那不得不說啦 一開始就以為就只有去對到一般的關卡嘛 就沒想到可以去打天魔空中庭園6 那這邊就趁著這次機會稍微去講解一下 那一開始就會有個屬性判定 那屬性判定就因為本身會有無屬性內心M 再配合到角色身上可以去安裝到減傷果 那扣到的傷害就大約是6萬左右 所以嘛受到的傷害就真的是還好了 終於有我的隊伍裡面13萬血 那扣掉6萬還有一般血 那修塔爾科也更好的觸發到潛力 那當然如果想打的比較穩的話 都可以去考慮到買道具或者守護獸 選擇用一些回復類的 那後面就來到清理小怪的部分 那基本上修塔爾科就不用指望他的攻擊力會足夠 因為他雖然可以去留得過屬性判定 那問題就在說因為關卡本身會有屬性倍率提升的關係 所以去依賴到角色之後去清理小怪啦 難度也是非常高啦 那這邊嘛就要想辦法用其他三隻暗屬性的角色 進到皇冠喔 那這裡嘛就還是優先的處理到蘇生小怪 那基本上我的處理方法嘛就還是先消血 就剛好攻擊力都差那麼一點 可能速度調的太快嘛 不太好設定那個攻擊力啦 那OK就把兩隻蘇生小怪都消到殘血了 那就一刀把他們帶走 那這一動啦還是修塔爾科 所以嘛他雖然清理小怪的部分 那真的是有點吃力啦 消到殘血啦還是可以去做一個補刀啦 這邊嘛就進到B3的部分 就還是優先的把春雨解決掉 那這邊嘛去踩到PowerBoss以後把速度降下來 針對到弱點對敵人打出傷害 那角色果實推薦的位置嘛 這一回修塔爾科啦 那如果啦就有去挑戰到空中庭園的玩家的話 就會去推到減傷果 後面啦就可以去配一些加攻激烈的果實 那相反如果就沒有挑戰到的話 就反而會去推到蘇必殺多一點喔 因為蘇必殺啦其實打這一關而言的話 就真的有點不太重要 前面給到的CD也是蠻足夠的 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到我金黃關以前啦 就已經差不多把二階SS存滿了 所以嘛這邊下來的話 其實那個減CD嘛當然就不太重要 那好吧後續啊就來到這個小黃的Battle 還是優先的清理掉蘇生小怪 因為角色位置剛好就非常漂亮嘛 所以就還是做得到那麼一點效果啦 那後續啦就襲中對黃輸出 那其實玩法也是差不多啦 所以金黃關嘛就真的是時間問題咯 那隊伍的血量啦就要稍微留一下 除了B2跟微血以外啦 基本上每一版你進去的第一個回合 都會有屬性判定 所以這邊下來的話你把小怪 無論是把小怪還是把黃帶走的狀況底下 你都要留意到隊伍的血量到底剩多少 那我這邊嘛我還是先把心吃掉 那這邊而言的話我就回滿血的狀況底下 那他的攻擊啦連同他的毒嘛 就還真的扣了我一半以上差不多吧 那後續連同毒的話就不要說更多了 這邊血量一進黃關走真的非常不健康嘛 當然還是要優先的去把小怪清理掉 那基本上剩下的配置嘛大概就是文章 其實不得不說啊我這一回攻擊力嘛 大概就只有去加到6500左右 然後文章啦也是很尷尬 我記錯屬性了 沒有所以我安裝了一個對岸 理論上啦可以去打出傷害嘛 就真的只剩下對弱點的心得了 所以這邊下來的話我去開 開啟SS之前嘛還是有挺怕這個倍率會不夠的 那這邊嘛就剩下最後一隻小怪 那我就直接用暗刀的SS來去處理囉 他暗刀的一個賣點嘛 只要在開啟SS的狀況底下 就可以去無視掉關卡機制 直接用攻擊力把它戳爆 好啦一輪下來就輪到修塔爾科 那這邊嘛我就有潛力的效果 然後畫面上都有傳送就超反傳送 然後後續的話就我沒有巨人 因為我就想用減速幣 來去幫自己減低速度 就一樣角色更好的停車 那我嘛就以為倍率會不夠 那這邊直接砍到28E的傷害 一下子把它帶走 所以嘛萬噴的門檻呢也是有點低啦 這個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啦 好啦所以嘛這個角色嘛 阿周也是挺好用的 這個應該是我目前還是會挺推薦到各位去入手的角色啦 那影片啦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呢可以幫我按讚又按訂閱 那就到這裡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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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